弗兰茨·卡夫卡的名字想来大家都听说过 一位来自杰克的德语犹太人作家 听上去好像有点绕 又是杰克 又是德语 又是犹太人 绕是有点绕 但也正是这样复杂的文化背景 造就了卡夫卡非常怪诞的小说世界 不过我们今天想要介绍的作家并不是卡夫卡 而是另外一位跟卡夫卡没有什么关系的日本作家 也不能说完全没有关系 毕竟这位日本作家在2006年的时候 曾经获得过杰克政府颁发的弗兰茨·卡夫卡奖 而他本人也曾经写过一部致敬卡夫卡的小说 现在大家应该都知道了 今天我们要介绍的作家 就是诺贝尔文学奖的万年陪跑员村上春树 我们今天要介绍的作品 就是村上春树发表于2003年的小说 海边的卡夫卡 为什么说这是一部致敬卡夫卡的作品呢 首先这部小说的主人公是一个名叫田村卡夫卡的15岁少年 这个少年背负着跟卡夫卡相似的悲剧命运 他们都有一个跟专制君主一样的残暴父亲 田村卡夫卡背负着这样的命运 离家出走 投身现实的世界和荒诞的世界 开始寻找自己的成长之路 其次 海边的卡夫卡里提到了卡夫卡非常著名的一部短篇小说 《在流放地》 在这一篇短篇小说里 卡夫卡描写了在世界末日一样的流放地里 有一台极其精密的处形仪器 这台机器有三个组成部分 机器的最上面是绘图仪 用来放囚犯的判决书 机器的中间是靶子 用来把判决书里的内容刻到犯人的身体上 机器的最下面是刑床 犯人将会戴上口腮 被皮带牢牢束缚在刑床上接受惩罚 不管犯人犯下的是何种罪行 整个处刑时间将会持续12个小时 随着处刑机器的运转 靶子会把犯人的判决书 一遍一遍地刻到犯人的身上 好让犯人能够体会切肤之痛一样 了解自己犯下的罪行 12个小时之后 被痛苦凌虐的犯人都将悲惨地死去 正如村上春树在书中说的那样 这个世界上只有卡夫卡才能写出如此荒诞的世界 在这样的世界里 到处都是恐怖和暴力 每一天都是绝望的世界末日 所有人都活在死刑的阴影里 如果你不是被判处死刑的人 那你就是观看别人被处以死刑的观众 每一个人都没有获得救赎的希望 而在我们的主人公田村卡夫卡看来 卡夫卡的这个故事并不仅仅只是一个荒诞又恐怖的预言 那台残暴的处刑机器也不是虚构的 相反我们就是生活在这样可怕的世界里 行刑机器无处不在 生活在这个世界的每一个人都有可能成为被处刑的对象 那么向来擅长书写日本社会里迷茫和孤独精神的村上春树 在海边的卡夫卡里 又将带给我们什么样的卡夫卡式的荒诞体验呢 接下来就请大家跟随我的声音 一起走进海边的卡夫卡的世界 我们故事的主人公是一个名叫田村卡夫卡的15岁少年 在15岁生日的前夜 他收拾简单的行囊离家出走 独自搭上前往四国岛的长途汽车 田村卡夫卡出走的原因 是因为他想要寻找自己的母亲 田村卡夫卡的母亲 在他四岁的时候 带着收养来的姐姐离开了家 从此杳无音讯 留下田村卡夫卡一人 面对专制暴力的父亲 这位可怕的父亲 对田村卡夫卡全然没有父子之情 甚至诅咒田村卡夫卡 将会像俄迪普斯那样 弑父取母 俄迪普斯是古希腊神话中的一个人物 他出生的时候 来自神庙的神域说 他长大之后会杀掉自己的父亲 然后娶自己的母亲 正直勇敢的俄迪普斯 终其一生都在逃避命运的诅咒 但是命运无常 俄迪普斯还是在无意中杀掉了自己的父亲 然后在不知情的情况下 迎娶了自己的母亲 生下两个女儿 最终走向了自我毁灭 为了寻找抛弃自己的母亲和姐姐 为了躲避诅咒自己的父亲 田村卡夫卡就这样 踏上了一个人的冒险之路 也可以说 这是一条逃避现实之路 就像《村上春树》在序言里写到的那样 在海边的卡夫卡这本书里 他想写一个少年的故事 之所以想写一个少年 是因为少年仍然处于没有定型的生存阶段 价值观和生活方式都还没有成型 他们的身体正在以非常迅猛的姿态冲向成熟 而他们的精神则在无边无际的荒野里 摸索着 困惑着 犹豫着 田村卡夫卡虽然也是这样的少年 身体在成长 精神未成型 但是他又是如此的独特 他有着最极端的命运 他在年幼的时候被母亲抛弃 像暴君一样的父亲诅咒他将会杀父娶母 还会强奸自己的姐姐 但是 面对这样的处境 田村卡夫卡又表现出了一乎寻常的勇气和决断 他毅然辍学离家 一个人奔向充满希望和绝望的远方世界 这个孤独的少年下定决心 想要成为世界上最顽强的15岁少年 那么 田村卡夫卡所奔向的到底是怎么样的世界呢 那是一个悲剧和荒诞交织在一起的世界 或者说这是一个古希腊悲剧和卡夫卡叠加在一起的世界 卡夫卡认为 这个世界就是一个巨大的行刑机器 我们注定身处在绝望的命运中无法解脱 我们毫无理由地经受痛苦 因为痛苦就是这个世界的本质 古希腊悲剧想要表现的并不是人类的悲惨命运 而是人类面对命运时毫不退缩的高贵人格 就像厄迪普斯那样 我们明知道我们身处命运的掌控之中 我们明知道无论怎么努力都无法挣脱命运 但是我们依然不放弃对命运的抗争 从而在悲剧的命运中保持人性的尊严 就这样 我们的主人公田村卡夫卡走上了厄迪普斯的道路 充满悲剧色彩 却又不失人性的尊严 田村卡夫卡离开了东京 前往了四国岛 在命运的指引下 他来到了甲村图书馆 哥德曾经说过 永恒的女性引领我们上升 围绕着甲村图书馆 田村卡夫卡邂逅了三个美好的女性 正是这三位女性 在她孤独而迷茫的成长之路上 为她指引前进的方向 第一位女性是樱花 樱花是田村卡夫卡偶然认识的美容师 在她面临困境的时候 是樱花收容了她 樱花既像是姐姐 也像是朋友 在田村卡夫卡的心目中 樱花就是她失散多年的姐姐 第二位女性是甲村图书馆的馆长 佐伯 五十岁的佐伯 曾经是位才华横溢的音乐少女 曾创作过一首叫《海边的卡夫卡》的歌曲 但在二十岁的时候 佐伯失去了自己的爱人 从此以后 她的生命就停滞在了二十岁 对于佐伯来说 此后的人生都是没有意义的 然而 当田村卡夫卡寄住在图书馆的时候 佐伯少女时期的灵魂 会在深夜走进她的房间 少女身上宁静而忧郁的美 深深地打动了她的心 可是五十岁的佐伯 还好好地活着 她少女时期的灵魂 为什么会这样离奇地出现呢 当田村卡夫卡 把她的疑惑告诉 甲村图书馆的管理员大导时 大导是这样回答的 爱可以重新构筑我们生活的世界 只要有爱的存在 什么事情都是可能发生的 田村卡夫卡爱上了佐伯 梦里十五岁的佐伯 和现实中五十岁的佐伯 但是 在田村卡夫卡的潜意识里 佐伯是她失散多年的母亲 图书管理员大导是田村卡夫卡 遇到的第三位美好的女性 但准确地说 大导并不是女人 她的身体是女性 但她的意识却是男性 就像她自己所说的那样 我的身体结构是女性的 但是我打扮成男人 并不是因为我是个同性恋 我像一个女人那样 喜欢男人没错 所以我也不是变性人 但是性行为 我只喜欢使用肛门 阴道呢 一次都没用过 我的身上没有男性器官 可是我的乳房也没有变大 也没有月经 如果说樱花是姐姐 佐伯是母亲 那么大导就是老师 或许正是因为大导本身性别的模糊 使得她更能理解生活中的灰色地带 也因此 她能够给迷失在灰色世界里的田村卡夫卡 最明智的指引 在书里 孙上引用了哥德的另一句话 世界就是一个隐喻 在海边的卡夫卡里 孙上春树确实创造了很多没有谜底的隐喻 她讲述了这么多不可思议的事情 比如田村卡夫卡背负的诅咒 比如樱花是姐姐 左伯是母亲 这样不可思议的设定 比如田村卡夫卡爱上了可能是自己母亲的左伯 但是 大导一语道破了问题的本质 问题的本质并不在于用逻辑与理性来分析这个世界 而是在于人不应该丧失对生活的想象力 就像大导说的 这个世界上最可恨的事情并不是搞不清楚自己是谁 而是缺乏想象力的生活 因为没有想象力人就会陷入狭隘 苛刻 自以为是空洞的境地 随之而来的就是被篡夺的理想和僵化的思想体系 海边的卡夫卡的故事有两条线索 这两条线索是平行的 整部小说一共四十九个章节 奇数的章节讲述了离家出走的少年田村卡夫卡的故事 偶数的章节则是以一个名叫中田村的老人为中心的 中田是一个非常奇特的老年人 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的时候 他还在东京读小学 为了躲避战乱 他被疏散到乡下的学校里避难 在一次离奇的事件里 完全不知道任何原因 他失去了意识 昏迷了三个星期 从此变成了一个不太正常的人 中田丧失了学习能力 没有办法读书 也识不了字 和人说话的时候 有些颠三倒四 完全不能理解复杂的人际关系 长大之后 也没办法找一份正经的工作 只能每个月领取政府的救济金保障生活 偶尔能吃上一顿鲜鱼饭 也就心满意足了 但是中田有一个非常独特的能力 那就是他能和猫说话 凭借这种能力 中田可以跟猫去打听情报 因此中田还能接到一些人家的委托 让他帮忙寻找家里丢失了的猫 中田浑浑噩噩地过着日子 就这样活到了六十岁 通过中田的视角 我们看到了一个非常奇特的童话世界 在找猫的过程里 中田和猫们就像是邻居一样闲谈 比如这天 中田就和一只黑猫发生了这样的对话 我说 我在这儿稍微坐一会儿 可以吗 中田我实在是有些走累了 可以可以 或者不如说 可以也好 不可以也罢 愿意坐哪里都可以 完全不会有人说三道四的了 那么你是叫中田吗 是的 小姓中田 那么猫君 您呢 名字吗 早就忘了 不是说没有名字 只不过 活着活着 这东西就用不上了 所以就给忘了 不过中田和猫的交流 也并不是那么顺利 毕竟中田说话并不顺流 有些猫 也不知道怎么好好说话 如果要用猫的种类来划分 褐色斑纹的猫 实在是难以交流 黑猫倒是好说话 和短毛猫交流最没障碍 可惜 街上游荡的流浪猫 大多都是褐色斑纹的猫 这让中田大伤脑筋 比如有那么一次 不管中田怎么说话 那只叫做川村的鹤斑猫 总是一副不知所云的样子 青花 青花 传村 绑住 当然 也有一些品味高雅的家猫 比如白色的短猫咪咪 叫我咪咪好了 有这么一部普切尼的戏剧 艺术家的生涯 里面就有个咪咪 歌剧里面 也有这么一句歌词 我的名字叫咪咪 哈哈 见笑见笑 因为我的主人很喜欢歌剧呢 不过猫的童话世界 也并不总是那么有趣 也像咪咪说的那样 人们大多以为 猫这东西只会在 有太阳的地方歪歪堂堂 没有什么正经的事做 只知道悠哉悠哉的过日子 其实猫的人生 哪来这么多田园木鸽的情调啦 猫呀 身心都是非常脆弱的 很容易受到伤害 你看我们既没有乌龟 这样坚硬的外壳 也没有鸟那样 可以自由飞翔的翅膀 我们不能像鼹鼠那样 钻到地底下避难 也学不来变色蜥蜴那样 伪装自己 每天不知道有多少猫 受尽摧残凄惨的死去啊 中田和猫的来往 使它游离在人类社会的边缘 虽然妙趣横生 但也映射出 村上春树笔下人物的孤独感 身处高度发达的资本主义社会 作为个体的人 却像是生活在一个孤岛上 被无穷无尽的幻灭感 和孤独感包围 但是在村上春树的笔下 那些孤独的人并不痛苦 就像是中田一样 把孤独当成把玩的对象 在孤独中自得其乐 作为对卡夫卡的致敬 村上春树同样在海边的卡夫卡里 设定了一个恐怖的世界 真正的恐怖并不是具体的杀人犯 或者杀人事件 而是在无缘无故 就会降临在这个世界上的暴力 因为这种邪恶的存在是没有理由的 它会将整个世界都变成一个巨大的刑场 每一个无辜的人都有可能成为处刑的对象 在海边的卡夫卡这部小说中 这种恐怖的邪恶力量 是猫杀手琼尼沃克 也是田村卡夫卡的父亲 田村浩伊 说具体点就是 在田村卡夫卡这条故事线里 田村浩伊就是那个诅咒他杀父取母的暴君父亲 在中田这条故事线里 琼尼沃克是残酷无情的虐猫杀手 他会毫不留情地抓捕游荡在外面的猫 残忍地肢解掉它们的身体 然后吞噬它们的脑浆 琼尼沃克当着中田的面杀猫的场景 可以说是书中最为血腥暴力的一幕 而琼尼沃克也向中田揭示了这个世界的残酷真相 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就是 如果你不杀掉我 那么我就会杀掉你 这种非此即彼的暴力关系 也就是说如果中田想要救猫 他就必须杀掉琼尼沃克 如果中田对琼尼沃克心词手软 琼尼沃克就会毫不留情地杀掉中田和猫 为了保护猫 中田只能杀了琼尼沃克 然而这个世界的暴力 却没有因为琼尼沃克的死亡而消失 荒诞的故事还在继续 琼尼沃克被杀的时候 田村卡夫卡意外地昏迷了好几个小时 当他醒来的时候 他的衣服上布满了血迹 那一刻他清楚地意识到 在他失去意识的那段时间里 恐怕他就已经杀死了自己的父亲 果然东京传来消息 田村浩一死了 就这样不需要任何理由 田村卡夫卡就背上了杀父的罪孽 在这里 中田和田村卡夫卡这两个平行的故事 终于交叠在一起 他们就像是彼此的镜像 中田是懵懂无知的老年人 田村卡夫卡是逃避现实的少年 中田的世界简单而纯粹 田村卡夫卡的世界沉重而复杂 命运将他们一起卷入了黑暗的深渊 村上春树毕竟不是卡夫卡 尽管村上春树笔下的这个世界 基调灰暗 充满莫名其妙的暴力和恶意 但他依然为我们留下了生活的希望 在海边的卡夫卡里 甲村图书馆是这个荒诞世界的核心地点 每一个人的命运都在这里交汇 甲村图书馆成为了我们把握 生活意义的一个重要隐喻 正如大导所说的那样 我们大家都在持续地 失去自己宝贵的东西 机会 可能性 感情 这或许就是生存的意义 但是 我们的脑袋里一定会有一个 把这一切都保存下来的小房间 肯定是类似图书馆书架一样的房间 而我们为了了解自己的心 就必须去制作这个房间的检索卡 换言之 你势必就要活在自身的图书馆之中 也就是说 图书馆的意义在于收藏回忆 在故事的结局部分 从来没有见过面的左伯和中田 在图书馆相遇了 他们和记忆的关系是截然相反的 对于左伯来说 他的一生都用来回忆曾经的爱人 他的人生停留在了二十岁 他一直活在二十岁的回忆之中 中田则刚好相反 他在小学时丢失了记忆 也失去了进行记忆的能力 从此以后 他的世界里不再有回忆 他彻底活在当下的每一个时刻里 左伯将记录了自己回忆的日记 托付给了中田 请求中田帮助自己销毁这些回忆 完成这件事情之后 左伯因为心脏病突发死去 中田也在睡梦中死去 换句话说 左伯和中田的交集 如同过去和现在的交集 他们的死 似乎在说明这样一个道理 我们既不能无视现在 活在过去的回忆里 也不能摆脱回忆 仅仅活在当下的时刻里 只有把过去和现在 都保存在自己的生命里 我们才能真正走向未来 那个少年田村卡夫卡 最终明白了这一点 或者说 他最终明白了 现实生活的重要性 现实生活是由过去 现在和未来一起组成的 我们不能停留在某一个时间点上 逃避现实的生活 即便生活 以一种悲剧性的面貌 在我们的面前展开 我们也必须勇敢地面对 最终 田村卡夫卡决定回到现实世界 他很快就要收拾行囊 回到东京 协助警察处理父亲的案件 继续完成自己的学业 他终于成为了世界上 最顽强的15岁少年 他孤身一人离家出走 投向波涛汹涌的成人世界 他被冲到了世界的尽头 但最终又凭借自己的力量 折返了现实世界 可以说 村上春树笔下的主人公 不管是田村卡夫卡这样的少年 还是那些步入中年的成年人 他们都在追寻一种未知的东西 究竟是什么东西呢 生活的意义 存在的价值 人生的希望 还是命运的归属 也许都是 也许都不是 但正是这一份对寻找的执着 让我们得以暂时摆脱 庸庸碌碌的现实世界 把握存在的可能性 好了 关于海边的卡夫卡 我们就分享到这了 如果您还有什么想说的 可以在下方评论区给我们留言 我们下期再见 还有关于海边的 中文字幕——YK